字幕志愿者 鈴鐺 卡尾 好 看 我們現在可以先 那就直接開 嗯 各位老師學長姐大家早安 我是PGY萬五庭神 今天我要報一篇Journal 那這篇是今年刊登在恩尼真言上面 他的題目就是 他在比較就是restrictive跟liberal 兩個fluid的策略 對於savecinduced and potential的病人 身上outcount的比較如何 那再來就是introduction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savecinduced hypotension病人身上 會有第一種最主要的策略 就是給他大量的intravenous fluid resuscitation 那這樣子的病人呢 可是他也是會有一些sive effect 例如說就是會有dilutional coagulopathy 或是fluid overload 或是一些遺地碼的問題 那這種可能就是會有long遺地碼 或是甚至其他器官 那再來第二種方法就是可以使用vessel presser 不過在vessel presser上面也是會有一些風險 例如說tissue ischemia 然後increased cardiac workload 或是有可能造成一些arrhythmia的狀況 那就是大部分的使用好像就是通常會用liberal fluid step strategy 就是一開始會使用非常大量的塑液 不過在這篇中作者認為說這個做法是只有low quality evidence 所以他們就執行了一個trial 它全名叫做crystalloid liberal or vessel presser's early resuscitation in sepsis 那它簡稱就是使用這些字的第一個字叫covers trial 它來比較說這兩個strategies的 outcome是如何 那所以作者他們的hypothesis就是他們想要假設restricted fluid strategy 可以讓病人有比較低的mortality 在第90天的時候 那再來就是 他有那個24小時嗎 嗯 那他前面的那個 你們注意到他的感染指定是他會有多少時間 他的trial form就是會有一個可以遵循的做法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他會上一張 對 一般的好像也是24小時 但他沒有寫掉 但是24小時沒有寫掉 嗯 OK 好 那這個是這一篇的inclusion criteria 他所有的都是成年的病患 大於18歲的 然後他要有就是infection的診斷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hypotension是sepsis induced 那他 嗯 定義的hypotension就是SBP小於100 然後在經過大於1000毫升的intravenous fluid之後 還是持續有hypotension的狀況 那再來這是exclusion criteria 第一個就是時間超過太久了他們就不熟了 他的定義是說就是嗯 假設他已經達到criteria of hypotension 但是就是在輸了至少1000之後 然後又經過超過4小時了 這種過太久的病了他們就不熟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他到院之後已經超過24小時 然後再來就是他之前已經有接受超過3000毫升的intravenous fluid 然後再來第四個就是他已經有顯示證據是有fully overload的狀況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他有severe的volume depletion 是從non-sepsis的原因造成的 這些都是exclude 那這篇trial他們做的方法就是用randomize 就是把這些全部的病人1比1分在兩個族群中 總共是有1563位病人 然後兩組分別是分到782位 然後跟781位 然後他們會遵循一個protocol 就是會使用24小時都是遵照那個protocol 那這也就是講restricted fluid protocol 它最主要的原則意思就是說 他們會想要主要先使用vessel pressure 然後真的沒有辦法的話還是可以使用rescue fluids 那這個是liberal fluid protocol 就是它的主要種子就是要先使用疏液 但是如果還是沒有辦法有其他狀況的話 也是可以使用rescue vessel pressure 來維持病人的血壓 那這裡就是有文章他們就是列出完整的protocol 會使用24小時 那首先就是它要先達到可以進入那個randomize的標準 也就是說它大概輸了1-3L的crystallois之後 還是持續有hypotension的狀況 那再來進入到randomize之後 在這一組restricted fluid group 就是它會限制水分的給予 那假設它還是hypotension的話 YES的話 進入到右邊就是要先使用no epinephrine 然後如果有需要second vessel pressure的話也是可以的 然後使用完之後再reassess 然後之後再回去看是不是還是持續有hypotension的狀況 那在右邊就是它有列出說 在一些狀況下是可以使用rescue foods 例如說就是有severe hypotension 像是SDP小於70 或是MAP小於50的狀況 或是說就是已經no epinephrine給到最大的脊量 但還是refractory hypotension 然後或是說leg tag開始有升高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sinus heart rate 大於130下持續超過15分鐘 然後再來就是在echo下或是其他的證據 顯示有嚴重的hypervolemia 然後或是說就是臨床判斷 這時候rescue fluid是最好的做法 這時候還是可以使用rescue fluid的輸入 那再來 因為是你在前面我們最早在講幾乎選的時候 是你最有MAP小於100 那是SAB小於100 SAB小於100 嗯 然後就是整理車以後 對 這邊它寫1到3 對沒錯 但是它在inclusion的地方 文章 文章內就是這樣寫 就是直接截取它上面的文字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rescue fluid 你覺得 通常有時候看人家的文章 我有很年輕 就是順便看看這種 go stand in the practice 跟我們兩個不一樣 那它的 我可能要先問你的 它的rescue fluid也給老子 就是五百幾幾的 對 可以給五百 應該是差不多 我們差五百幾後 我們覺得水要還是 PCC 然後 那邊還不是 那邊 那邊 高 可是通常是 我們學的來 它會這麼快一點會在 我們那邊說 有不同的公司 開啟 嗯 OK 所以我們好像沒有 它的rescue 開啟 好 那下一頁就是講 Liberal fluid group的protocol 那它進入到randomized之後呢 就是它還會再問一些問題 就是病人有沒有達到following criteria 例如說就是 MAP小於65 SBP小於90 然後 Lactate高 還有 Decreased urinary output Sinus heart rate 大於110下 然後 或是說已經使用 Vasal pressure maintain 然後血壓還是低 然後或是 經過一些臨床上的判斷 這些 有yes的話 就是可以給它 五百 五百毫升的 輸液 然後 之後再來 再reassess 之後再回去 重新評估 是不是還有上述的狀況 那在 右邊這邊也是有提到說 如果有需要 還是可以使用 Rescue vessel pressure 然後就有 列出一些 標準 那其實跟前面提到蠻像 就是它有severe hypotension 已經給它很多水 可是它還是 SBP小於70 MAP小於50 然後再來有 Lactate的上升 或是說 就是 Fully overload 然後已經 給予它 大於5L的IV fluid 然後再來就是 可以臨床判斷 有需要使用 Vasal pressure 的時候可以用上 所以它並沒有排除 食摘 甚至在病毒 沒有 全部都有收入 它對臉是這樣嗎 洗身也這樣嗎 對 看起來是 然後再來就是結果 首先第一個就是 就是它patients兩組的 比較 然後看兩組是不是有 很嚴重的差異 那在年齡的部分 差不多 性別也是 但是 種族的話 在Liberal food group上面 是看到白人的族群有 比較多一點 73% 另外一組是68% 然後再來是看有沒有 Hispanic 或Latinic的族群 他們比例也是差不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 coexisting conditions 有DM 然後Cornic Heart Failure ESRD在洗身的病人 然後比例兩組也是差不多 還有再列出sofa score 然後還有它平均的SPP 然後還有就是 達到分組的那個 快遞吧 平均的時間 然後還有location 那因為它是 就是如果已經入院超過24小時 它就會排除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在急診的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在ICU 然後再來就是兩組 在randomized之前 接受的水量 其實已經都蠻多 就是平均是2050超升 那真的很多耶 很大耶 很大耶 因為你 你拐了兩千你還感覺很差 呵呵呵 兩千 好多啊 對啊 可是它拐完兩千之後 它還要繼續下 你拐兩千比多 我覺得它已經叫不到兩千 弄個60 對啊 它這邊還有再比兩千之後 是Meshire比較正確的 外國的時候太大了 不可能 可是 不應該如果是每公斤30的話 對啊 一千八六十公斤差不多 那現在 那你看一下這個病人的 這個 貢病啊 腸療病 心衰肾衰 我只覺得它可以啊 跟我們的理科學有差太多 因為裡面可以看比較多 你看了十個sepsis有沒有一個心衰 二十個有沒有一個息腎 還蠻多的嗎 還是因為 就算我現在在三重 就是在英國裡面還不上 更多就對了 應該說 二十個二十個 可能更多 不過我覺得 有可能因為我們的 更多的 洗腎王國分數 啊 對 老生都好心臟 那也不會好難去 對啊 好 會出去 有一點不太一樣 嗯 好 那再來 這個就是比較兩組 在進入到trial之後 他們接受到的治療 然後第一個就是比較他們 呃 接受了多少iv3 大概六小時內兩組 分別是500 跟2300 然後大概24小時的時候 分別是1267跟3400 所以liberal food group很明顯 他們就是輸醫量是比較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呃 有使用到vessopressor的病人數量 然後再來restrictive 那組是460人 在liberal是290人 所以restrictive 他們接受到vessopressor的人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是呃 在進入到randomized之後 使用到vessopressor 平均過了幾小時 一個是1.8小時 一個是3.2小時 然後呃 最後一個就是呃 呃 使用到vessopressor的時間多久 在restrictive組的是 就是使用了9.6小時 另外組是使用5.4小時 所以看出來他們基本上 都是有照折protocol在執行的 那再來就是outcome的部分 這邊他們的primary outcome 就是定義在90天的mortality 所以就是所有病人都有進入到這個outcome的計算 然後在兩組的話 平均是沒有差異太大 就是14.0 然後跟另外一組14.9 然後他的difference 就是那個區間值也是有跨過0 其實看他這下面其他所有的secondary outcome 都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那他除了這個mortality的primary outcome之外 他還有比較其他的secondary outcome 就像是他表格上一個一個列出來的 就是可以脫離organ support 然後或是可以脫離ventilator use 然後可以不用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然後可以不用vessopressor 可以從ICU出來 然後或是甚至可以出院 然後呃 有需要新的intubation 然後再來就是initiation of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然後還有一個KDIGO score 在第三天的時候評估 然後SOFA score的變化 然後還有就是在第90天就是death from any cost at location 然後再來ARDS 然後還有new onset的atrial ventricular arrhythmia 然後還有severe adverse event 這些他們都有做量度的比較 那其實他的severe adverse event 就是數量都不算太多 量度分別是21位跟19位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所有的數據都是沒有顯著的差異 他打那個星星是說明SLE之星星 星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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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 那 我要再去細看他鼻子的是什麼 嗯 那個 KDIGO 知道是什麼嗎 KDIGO Score KDI KDI Score 多用你的滑鼠 嗯 嗯 好 然後再來還有做一些subgroup之間的比較 然後 就是有分年齡是小於65歲 大於都65歲 然後 性別的話 男生女生看起來也就是差不多 然後再來 人種的話 就是有分成白人 黑人或是其他人種 然後再來就是 或是有Hispanic或是Latino的group 再來就是地點 是在ER還是在ICU 那這些他們就是都是有跨過這個0 所以就是表示說這兩組的話 好像都沒有明顯區分出在怎樣族群的病人上會使用比較好 那再來這裡就是有列出有Chronic Heart Failure ESRD ESRD是感覺它有比較偏向restricted fluid 不過就是它這個數值的區間其實還是沒有到顯著差異 然後 嗯 這樣子 還有這個就是 嗯 一開始的baseline的SVP 是不是小於90 然後再來就是有hypertension的 然後totalsofa score 還有就是它的source of infection是哪裡 是pneumonia或是其他地方 這些它都有拿出來做subgroup的analysis 所以總結就是在這個trial當中 嗯 兩組在90天的mortality是沒有明顯差別的 那再來我們就先來評渡一下這一篇文章 使用CASP的評核表 那就先sectionA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它有沒有清楚的呈現了一個它想要就是去搜尋的問題 那就看這一篇的p code其實都是很明顯 它的p就是定義在就是sepsi-induced hypotension的成人病患上 然後i的話就是restricted fluid protocol c的話就是liberal fluid 然後o的話就是比較在90天的mortality 所以這裡是給它yes的答案 嗯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這些participant有沒有經過randomized的分配 然後這是在文章當中有寫到的時候就是他們是有randomization 然後就是使用一個web-based centralized system 所以這裡是yes 好,最後那一句畫面是有看嗎 可以找過去 Stratification 嗯 嗯 一直說有經過認證的嗎 Stratification 分層 分層 嗯 嗯 嗯 所以它就會靠靠靠靠靠的randomization 記得喔記得喔 記得喔 然後讓他們的配置都一樣 嗯 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 嗯 是不是所有進入到trial的病人都是有就是最後統計到結論 然後還有小小的問題是有問說它是不是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 然後的確在文章有提到說它是intention to treat approach 然後是不是所有病人都有就是到follow up的地方是沒錯的 因為兩組就是所有的病人都有計算到那個90天的mortality 而且它也就是沒有提到結束 所以這裡是yes 然後再來就是問這個trial是不是blind的 因為就是這些病人他們一定會知道自己是在接受怎麼樣治療 所以它這個是沒有blind的 然後它其實也提到說這是一個unblinded的trial 然後investigator也沒有 但是其實在數據就是analysis的部分 它沒有特別提到說是blind還是unblind的 所以這三個都還是給它弄 因為它就是一個unblinded的trial 然後這個就是問說兩組在一開始他們就是兩組之間是不是性質相似的 那這個圖就是像剛剛一開始提到這個table1 可以比較說兩組他們其實characteristics是沒有差異太多 所以這裡也是給它yes 然後就是它這個是問說它有沒有遵循一個很明確的protocol 在組內中他們接收到的治療是不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因為像這裡就是剛剛有講 它有列出明確的protocol 然後會遵循24小時 而且都有明確的標準 所以可以相信組內他們接收到的治療是不會差異太多 這也是yes 然後再來就是它問了很多值的問題 可是它最主要就是問這個effects of intervention 有沒有被comprehensively的被報告出來 那它是使用sas software 然後就是這個統計軟體來去做數據的分析 然後還有有問到說它是使用哪些統計的方法 然後它在90天的mortality是使用z test 然後其他的話呢還有使用inverted rain score test 然後primary outcome的話 它是用for response來就是把這個結果呈現出來 然後還有其他的小問題 它就是問說就是在每個follow interval 是都有follow到 然後像它有列出譬如說摩擦題是90天 然後其他的像可以離開會跟support28天 所以就是它都有在它規定要達到follow up的時間去統計出這個結果 然後有沒有missing或是in complete data呢 其實在除了primary outcome之外其他都還是有 因為其他的數字就是有看到比780或是781還有少一點 就是它沒有沒有統計到那個最後結果 所以最後在就是計算的時候這些病人就沒有全部的這麼多 然後在兩組之間drop out的比例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不過最主要就是它的primary outcome 這些都是全部的病人都沒有drop out都有收入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看它的那個confidence interval 然後它是95%的限量區間 再來是yes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harm and cost 是不是就是有被計算進去 那harm的話就是在safety outcome的地方 有寫到serious adverse event的數量分別是21位跟19位 然後再來還有比較兩組出現free overload 還有primary edema的狀況 分別都是0個跟3個 所以看起來它就是4個算是safe的trial 然後如果要講到cost的話 其實這兩個治療方法都不是很花錢的 就算使用藥物它也是一個便宜的藥物 就是反過來說已經灌了2000然後還灌好像也很安全 嗯 那我不用太擔心灌到她的病好嗎 至少在她比較正常的程度之下 是在現在的情況下 對 然後再來第10個問題的話就是這個結果有沒有辦法應用到當地的人身上 那其實它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只有種族啦 可是種族是不是有在治療上會影響這麼多 其實也不一定 那所以這也就是can't tell 因為其他的好像比例來說像是DMR hypertension 然後Heart failure ESRD 這些病人他們也都有進入到trial中 嗯 然後再來就是嗯 這個實驗的intervention 是不是在比起目前其他的intervention來說 就是可以有提供更大的價值 那其實在目前治療sepsis hypotension上 好像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主要都還是使用就是fluid或是使用bass oppressor 所以這裡是yes 那discussion的地方就是 因為她提出的結論就是是兩組沒有差不多 然後她在discussion的地方有講到說 之前有做過一些他們也是顯示是兩組之間的 嗯mortality是差不多的 像是這個就是在2022年 在更早之前的 然後她也是比較說就是restriction 跟intravenous fluid 兩個protocol 在septic shock的病人身上 的 outcome如何 然後這個她是在 丹麥、挪威、瑞典這些國家 進行的實驗 然後是2021年的 那這個圖上面就是看出來她的survival 在兩組一個是restrictively 一個是standardly 看起來就是兩條線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這邊她也是有 比較就是90天的時候的死亡 然後說病人的話就是大概是在中間 也沒有偏向說哪一組比較好 然後其他次組群的話也都是 後面好像也是一樣在randomization的時候 就已經蠻多人 大概一半 兩組 standard的組比較多一組 standard 7、8、1、7、6、7 所以下面有大於30 他就已經灌了兩千 嗯 但是沒有剛剛 差不多了 剛剛那個也是中位一組 差不多了 他們都是已經灌很多 再來看要不要灌更多 那我覺得應該是要做一個 欸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 在那種地方 他們已經灌那麼多了 他只好從這邊開始起 他不能再跟人家說 你不要灌那麼多 那我沒有灌那麼多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這個 也許我們可以跟到學會去問問 看到他們的心情 收起來 感覺就是收起來就可以 嗯 好 那下一個的話就是 他也有提到說 在之前一些 一些control trial當中 但是也是有發現 restricted fluid的這個方法 會比較好 但是他是在一些 就是比較resource-dependent的 例如說像是 他有講到是 這個 然後 他也是比較兩組的 outcome 然後 可是他執行的地點 是在Zambian 所以這個組群 可能跟一般其他國家 比較不一樣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 還是比較 就是sepsis protocol 跟usual care 然後 兩組 他們 就是 接受到的 治療的差別 對於非洲 斷了都比我們多 因為他們是黑人 對於 在 兩組上 他這個就是覺得 sepsis protocol 的 就是 survival比較低 然後 usual care的 survival 比較高 但是覺得restrictive的 protocol 會比較好一些這樣 然後這裏 sepsis定義的就是 可以 大量的給水 他 他 欸 前一張 還有一個 外國外 應該會有一個 對 但是沒有寫 他們的年齡比較 比較年輕 而且他們有HIV的比例 比較高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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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拿到老鼠 然後 那些 很多 很多 事情 所以 其中 就是在 另外 是他們都是 給 周旁的嗎 不知道這個世界 一起做得 嗯 有可能是 當地的 藥物太一樣 是 他們給了說 所以他們給了說 他的說 是 嗯 七十二小時 不到 五格力 還是 感覺是差不多 兩邊都是給到那麼多 前面也太多 我們常常收到去啊 他們就說 你灌太早 就可以啊 如果 我們都灌太多 按照非洲的 看起來 你這邊倒是蠻好興趣 他們到底是 什麼的 跟兩邊一樣 嗯 應該再看一下那個 他的兩邊族群 的比較 再忘記把他的表格放下來 然後再加 一張出來之後 再給 可以 可以 嗯 好 那就到這裡 謝謝老師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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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一個學弟從 跟回來 他好像 他是第一個那個嗎 對 我問一下他是不是到門 你幫我看啊 你有沒有開啊 你有沒有開啊 這種台北回來 如果下次 沒辦法 我下次要跟 那個 外農一開始就排班 他們就先開 或者是他就從台北 call in 車上很有點困難 沒有就是call in完再回來 他要等他一下 或者是 有有有 他已經找了 他是到前面 應該是 應該是至少已經下 是無侯根嗎 對 他要帶回去 他現在是那個 每個人前輩的每個人 抱 對 你如果真的逃不出來 他前輩的 對 他前輩的老虎抱 之類的啦 我怕他們都認得去排班 我那天跟 那個 CR他們討論 其實如果先 先請 民生那邊先排 應該是 應該是做得到的 現在大概 五個月 其實每個月 可能還是不太一定 那這個月是十幾個 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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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 那其他 不是 有些是 有些是沒有抱的人 對 對 對啊 所以 每個人還進 沒有 沒辦法來的都是在上班的 十幾個人有很多在上班 對 我們今天就是 好朋友抓了 就是沒上班 我把沒上班的都 都拜託來了 對 所以應該是要排進去 就是 他們不是你們有排那個 PGA報告的時段 有 他們有個報告的時段 有 所以剩下的 那是另外一天嗎 剩下的都是報最後一天的 那個是禮拜四報 對 對 還是把它 就直接改到禮拜三 今天這一個 沒有 他那次要搭配他們 最後一天考試 報告跟考 因為禮拜三有幾個 對 一般是一個月 一個月 那他覺得是最後禮拜四的意思嗎 對 對 那我如果改 你最後禮拜三 不用問他們改 都可以 就是應該是他們 可以排出來就好了 沒有一定要先 等一下拿禮拜三 那我這次因為 就是可能這件外 我沒有特別 請他們做 後面Grade 那個升降機的部分 在我們 配料 就事件 一定是 , 敲割 你 有 你 是 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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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為它是一個治療型的討論,所以我們所希望的文章是以Systemic Review為主。 另外還可以考慮的是RCT cohort,Case Control或是Case Series。 首先我們要看的是在Rtoday的搜尋,有一篇文章是Manage of Acupunities。 在這裏中,它也都有文字提到說,這就是剛才用的那篇mejn的guidline,第18的guidline。 它就說大概是用每小時250到500的Normosaureline去灌。 但是它後面提到說有一些RCT有提到,是不是用一些Lore Fluid可以有一些比較好的預紅。 然后这边的三跟四的reference都是guidline 所以上面这篇EJM 它在2022年的文章是第17个reference 就是我这边采用的这篇文章 那它就是探讨这aggressive跟moderate fluid 但是因为它所探讨的条件下 它收案就是把rend of failure去排除掉 所以我们这个就比较不符合我们所设定的Pico 所以最后也没有纳入讨论 然后这是out-of-date的文章 下一个用是ACP Journal Club 然后因为我们的条件 如果是用acupin-grititis加aki加polic therapy的话 它是找不到文章的 所以我们就把aki去除掉去找找看 有没有相关的文章 然后在五年内的话有这篇acupin-grititis 不过它里面提到的治疗 并没有去比较说aggressive跟conservative 所以这篇也没有收入到我们最后的Pico 再来是cochlear library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搜寻都是用acupin-grititis加上 aki加上aggressive fluid therapy去搜寻 然后我们其他的里面也是找就是五年内的文章 然后如果这条件全部加起来的话 这边有一篇 但是这篇它其实是跟我们手上探讨题目不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的条件在线索 就是把aki拿掉之后 然后 饭款 然后就有22篇文章 然后在这之中有两篇是比较符合我们的临床情境 第一篇是2022年 N1JM它是一篇RCT 但是也是aggressive对上modal free resuscitation 不过这边它不符合Pico的部分都是因为它 一开始就没有收到aki的病人 它直接把它排除在外 下面这篇也是一样 它是真正的myoacupin-grititis 但是也是一篇RCT 不过如果是myoacupin-grititis 代表它没有organ failure 就是代表它并没有收到有aki的病人 所以这两篇 它虽然是接近我们的Pico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最终把它纳入我们的考量 那接下来就是Mbase的话 那这边是我们一开始搜寻的策略 一开始我们都是使用就是pico的Aki Fluid Therapy 那因为这边文章比较多 所以我们加上了一个年纪 就是针对成年人 那这边有两篇paper 上面这篇它是2020年的paper 那也是RCT 不过它也是没有收到Aki的病人 所以也没有纳入 那下面这篇是在2019年的 它是一篇Retroceptive的Cohost 然后它这边是收完一开始的条件 那就看到说 它两组non-aggressive和aggressive里面 都有一开始只有Aki的病人 那分别是29个20个 然后它的primary endpoint 是去比较它之后Aki的发生率 以及它本来就有Aki的话 它的疾病存在时间长短 然后它secondary endpoint的话 也有去比较到mortality 跟这个in-hospital stay的时间 那么很符合我们的Pico 所以这一篇虽然它还不是到非常高的证据等级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它纳入 我们之后比较的一篇paper 有一个疑问就是通常我们在20生群群 就是真的要很大疑问 所以刚刚的情境应该是 想看那个情境是 因为我们就大概讲一下42岁男性 然后他送后例子 然后的Aki等等 所以就是你刚刚有这个困扰 多重病的那种疾病 那困扰的原因是因为他Aki 还是会知道要不要把人都选 在这个时候有考量 那时候其实把Aki加进去 一部分人就想说加一个Okenfail的连续 这样 因为Okenfail的话你可以就是像刚刚这样 舍遞了 对 他的定义是就是 其实我们病人也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就是他如果Okenfail是48小时以内 就有恢复的话就是Moder 那他如果48小时以上还一直有的话就是Servia 但是就是我们的临床情境 他没有特别强调说他是 就是Moder还是Servia 就是他没有强调那个AKS延长的 所以我们找的时候就想说 至少要去找到他有分Mile Moder跟Servia这些 然后才更好去做比较 那如果说他一开始有的时候Mile 有点回台 他会说他根本一开始也没有收到 AKI的别人就不确定能够套用到我们 就是我其实在想说那个Fail 逛的快速在到了哪里 为什么会很担心AKI的人 不贯选不敢说 是不是AKI的人跟要贯选 所以我才会去想这个 因为常做时代的一个就是要跟你同学 所以结合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要马上换一个问题 我说实在没有人问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的长度 第二个那你就要降低你的标准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也要做出来 那你知道就换成 你做观察机也做 但是有人会做问题 都比较 因为如果说真的要形成Fail 或者甚至guidline 就是我们有什么证据 又有什么证据 然后看病 就是只有CASP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做的这个设计 是把某些关键的标准 那但是如果你下一次 或是我们下一次 再带机在做的时候 我们非常地劲 那我们在降低我们的标准 要不要找出来 就是要出环的标准 然后这个是Ritual Spirative的构型 然后这个是Ritual Spirative的构纹 然后这个是Ritual Spirative构型 对这边是Ritual Spirative构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放宽 条件就是不包含AKI的话去找 然后第一篇的话是 2023年在Critical Care上面一篇 Systemic Review跟Meta Analysis 它是收录都是RCT的文章 然后它也是符合我们的PICO 它是分成 Severe跟Non-Severe的Pancreatitis 它所谓的Non-Severe就是它把 Mile跟Moderate都分在里面 然后它所探讨的结论就是说 它有去探讨到 All-Course Mortality 也有去探讨到 Fluid-related的Complication 这些也是符合我们刚初设定的 那个Outcome的部分 所以这篇也是先纳入我们的最后屏蔽 第二篇是Water Road Trip 它是2022年的一篇RCT 因为它也是针对Mile的Pancreatitis 这篇也不记录我们最后的比较 然后最后一篇是 前面有提过的 它也是没有包含到AKI的 所以这篇RCT我们也没有纳入 然后接下来是PubMap 然后一开始的搜寻策略 也一样是Pincreatitis AKI加Fluid-therapy 全部加起来的近五年的文章 总共17篇 那其中有四篇是符合比较接近我们的临床情境 第一篇刚刚有出现过 然后第二篇是 它虽然是讨论Servia AQ Pincreatitis 但它一开始收进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AKI的病 所以这篇没有纳入 第三篇它是 虽然是一个Meta Analysis 但是因为它没有去Subgroup 比较各个严重程度对于育后的影响 所以 虽然说它是有包含到我们病人 但是我们没有纳入它最后的讨论 然后最下面这篇 它也是一篇Retrospective的Cohostad 这是刚刚那篇 对这是同一篇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放宽条件 就只单单去讨论 AQ Pincreatitis跟Free Therapy 然后我们再慢慢加上 就是各种的研究形式 然后加上年纪 Adult 19 岁以上 然后这就是五年内的文章 那总共有15篇 那有三篇是符合我们的讨论 那前面两篇讨论 刚才前面讲过 他们是没有包含 AKI 所以这篇不重复 最下面这篇是Retrospective to Core Study 在2021年发表 然后它也是有去讨论到 Mild跟Serville的Pincreatitis 对于不同灌水量的育后差别 那也是有讨论到Mortality 跟InHospital State的时间 所以这篇也是纳入最后的讨论 那也因此总结来说 我们有总共搜寻五个资料库 Ato Day, ACP, Genoclob 然后Cochrane, Ambas跟Pubman 然后如果一开始用Limitation 是最近五年的话 各有11356篇符合 然后删除不符合Pico的文献 大多数不符合的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包含我们一开始想要探讨的AKI 然后最后的话 Ambas两篇,Parmel两篇 然后删除最终重复的一篇的话 我们要去最终比较 我们要评比哪一篇 就是剩下三篇 然后就这三篇 第一篇是Systemic Review跟Meta Analysis 然后下面两篇是Retrospective Core Study 所以Pico比起来的话 它们都蛮符合我们的临床情境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个Study Design 然后因为我们一开始想要探讨的是 治疗型的文献 那最好的文章就是Systemic Review 所以最后我们说 要讨论的就是上面这篇 2023年发表在Critical Care上面的 Comparency of Clinical Algon Between Abrasive and Non-Agrasive Intravenous Hidration 然后之所以选的这篇理由就是 Pico符合的程度高 然后它有相对来说 最好的研究设计就是Systemic Review 然后它的年份也是最新2023年 所以这篇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针对治疗来说 它的level是EA 就是它里面收录的文章都是RCT 它所制成的这个Systemic Review 好,那这个文献评读的部分 我们是用CASP来评读 那首先Section A就是Validity的部分 那就是Validity部分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Reviewer有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 那就是用Pico来看 那P的话就是刚刚都有提到 就是有AP的Adult 那Intervention的话就是Agressive的 Intravenous Fluid Resuscitation 那Compare的话就是Non-Agressive 那Outcome的话有All-Coast Mortality 还有Clinical Improvement 所以这边评分是Yes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作者有没有找到 比较好的一些形态的Paper 那这篇的话全部都是收录RCT的 所以评分也是Yes 然后再来就是 呃 作者有没有就是 找到一些比较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 呃首先优点的话就是 作者有搜寻了各种一集和二集的资料库 然后来找呃这些文章 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设定语言的限制 那缺点的话可能就是说他没有提供一个漏斗图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一些有一些Bias 但总体整体来说还是OK的 所以我评分是Yes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呃 那个作者有没有 呃在评读这些文章的时候 作者有没有用比较好的品质来评读这些文章 那 呃首先的话就是他是由两个reviewer独立来评读这些文章 那第二个就是他用 Cochrane Collaborate 呃 Tour 2.0来检视偏差 所以这边也是评Yes 那第五个的话就是有没有好的原因把他这些结果 Combine 起来来做一个结果比较 那这边的话主要结果的话就是Mortality Risk 那总共是用了9篇RCT 那是用Random Effect Model 那 I2的话是0% 那是低意识性的 所以 这边是Yes 那再次要结果的话是 呃 Fluid Related Complication 那这边总共收入了6篇RCT文章 那也是用Random Effect Model 那 I2也是0% 低意识性 所以这边也是给他Yes 那再来结果的部分 呃 首先是看到主要结果 在主要结果就是All-Coast Mortality 那呃 整体来说介入组的死亡率会比较高 那在Severe AP的病人介入组有显著的提高 那在Non-Severe组的话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那再来次要结果的话 呃 Fluid Related Complication的话 整体在 个别的比较就是Non-Severe和Severe的组别的话都是有显著的提高 那再来另外一个次要结果就是Clinical Improvement 呃 那Clinical Improvement在Non-Severe的组别里的话是 呃 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再来 呃 第三个次要结果的话是 呃 Apache Tool Score 那是在Severe组的话是有显著的增加 那至于结果的精确度的话 首先它的呃 样本数有大于400 然后I2等于0 那在Primary Outcome的话就是评断它有一个比较精确的结论 那Secondary Outcome的话首先就是因为它的个案数比较少所以这边就呃给它一个不够精确的Node 那再来Local Benefit的部分的话 OK 个案数比较少 比如说在ADI的地方 诶 个案数比较少 就这边 最下面的 对对对 两百五的部分 对对 啊 我刚刚一直想的太小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刚刚说挑这一篇嘛 那这边是因为它更有一个上部 这个 这片是 我们现在是把它找一个比较Serveer的那个主题 然后我们要看的Picco的问题 就是有AKI 但是我没有看到AKI就是看Serveer的那边是什么问题 对 那我可以去看那個神業肯定的表現嗎? 主要 這有很多嗎? 對對對,他有很多個 所以算是 因為你說他的 圖群是 加起來,比如說最上面那一台 加起來的確是只有200 Toto Event的話是 43 可能是比較少 但是我通常是 反過來說,他再這麼少,他比較多 當然我們不知道說 下一個三年會不會再另外一邊去 但是這個其實是 應該是夠進去 那讓我拉回來 現在進去的第一 有些人還是定說這個 Riss Ratio 他是0.8還是1.2 應該是0.2 他其實沒有跨到1.2 他可能就是 又算更 就是 離開我們沒有笑的條件又更 所以 精確這個事情應該是 還可以 因為我們要回到我們的 主群來問那個 所以那個 這個提供我覺得 還可以不用那麼 嚴苛這樣 你剛剛給的是什麼 那我還是騙到 你說 好像是給YES吧 喔,Segundary是給NO Segundary是 因為跑的關係 因為想到他可能樣本數少 OK 但是我會看東西是我們的 想要問的 OK 喔 好 然後說 然後說 我們去 我們的病人 我們 很不太 而且 很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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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沒有放 還是等一下會放 他 他 沒有去統治 每一個病人的病人的病人 因為他們收了各自各樣的病人的病人 所以他們 可以用來做 他可以用在一個病人的病人 就是 META的問題 可能也就是 有些多有些少 那真的認真要做的話 就是 你認真認為他有差啦 才會認真去做 因為我覺得說 那後來可能有差 跟DDR 可能開始做這樣的話 他可能都會去 甚至做手機 他們可能就是覺得 他或者說 他也沒有去 因為有訊息 你的爸爸 會在一起 真的沒有他的設置 我想說 這個 這個 針對這個案子 他是ATL 就是 如果是ACL 應該是ACL差不多 就是 所以其實 這個 摩托 對 所以這個主題 在這組題 會不會再上 所以 你可能 看得出他的生意 對 就是說 我們問的問題 回到網上講 找到 最精確 最適合的文件的話 要嘛就是 這個問題 也沒有人回答 要嘛就是 你就 就把 再往下找 這樣 這邊還是做Trial 嗎 都是那些 還是 對啊 對啊 所以 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回到 我們 那 丞翰有講 我們這次沒有做貴的 那如果 如果你硬是要給一個建議 那你的貴的又會下降 我當然就給很模糊的建議 那其實到最後也是一樣 你找的文獻也沒有很好 因為可以很模糊的建議 但是行有餘力 很大規模的 學會在做這個事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做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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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主要是他沒有很明確的答案 就把他再明確的建議 這樣 好 再繼續 謝謝老師 補充 那 至於這篇可不可以應用在 Local Population的話 那就是 呃 就是 再比較一下我們原本的臨床情境 42歲 然後Accupine Rectitis 有 AKI 那 呃 這篇的話是 Accupine Rectitis 那是沒有 就是沒有把AKI 排除掉 那其他的話 其實條件都 差不多 所以 呃 這裡的話是平YES 那 呃 相似的部分的話 就是 呃 這篇沒有就是沒有排除掉 呃 AKI 所以 呃 勉強是可以套用 那蘇利總類的話 呃 也是 跟我們這邊一樣 也是Local Ringer 和Normal Setting 比較多 那 那 還有一點就是 這篇種族的話 因為有五篇是 亞洲的資料 就是可能跟我們 種族比較相近 呃 那不同的話 就是 它沒有統計 這個 Organ failure裡面到底 AKI的 呃 分佈到底是怎麼樣 那 第二個的話 就是 這篇的話 主要是使用 Gold Direct Fluid Therapy 那 呃 不過總得起來 還是給它一個 YES的評分 好 那 第九個問題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 呃 結果都有被討論到 那 這裡評YES 那就是 呃 大部分的結果 像是Mortality 或者是它的 Clinical Improvement 還有一些Complication 其實都有討論到 所以是給YES 那 第十個問題的話 就是 呃 Benefit 的部分的話 就是 呃 在Servile Group裡面的話 是可以減少 呃 Mortality 那也可以減少 呃 Fluid Related 的Complication 那也可以 Improve Clinical Condition 呃 那Harm 和Cost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能跟 呃 之前的Guide Line 會比較不一樣 那 這邊還是給它一個YES 好 那 Appraisal就到這邊 Appraisal 唯一要補同 在一個就是 剛剛有提到 它沒有 那我仔細找了一下 它有說 它們本來議題叫做 complication Bias 但是 又又不叫 Fluid Related 而且沒有畫 是因為它們只有 酷舊片 我覺得不好畫 就覺得有點 算了 我就不要再往開 講 因為 那個有的時候 那從港的時候 你Cover一點東西 有邊應該是可以做啦 這不會不能做 好 好 有邊應該是可以畫法 是吧 所以我在想說 怎麼說 六個歸去 你這輩子都沒有開過兩百 你剛沒有進來 你看 前面可以跟這輩子 揪一下 前面 在講 兩兩兩三就是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 那國外都是 從灌 我們都沒有那麼慌 他們非賽都先灌 兩現在 對啊 然後他們一天可以灌到 六厘子 我們都沒有那麼慌 是啊 我每次看在Payball說 到底是我們做錯 還是演歐洲人比較慌 我是覺得 我反而過來正面思考 我比較 如果是 其實我們以前在講 EMS 對 我們在這裡做的 EMS 看起來不一樣 國外做的對 還是我們比較 是啊 然後我們那個 那個AP也是 我們想說 這個都沒有這樣打過 真的要這樣打 剛剛看是有追溯的關係嗎 因為他們的年齡都不可能 比較 再壯年一點 我們 我們平常的一場 遇到的就是 這永遠是 Trial的問題 就是你哭學的時候 你會覺得 熱毛毛的 我不要進來齁 大家不牽頭藝術嗎 對不對 所以有一點是 real world有可能是要進來說 我們 真正的 想不想再多灌一點 我們才能有 沒有 我們現在 I like 是不管怎麼樣 先上雷尾費 先上雷尾費 這集有在做 這集有在做 我們先 我們先來逛 先上雷尾費 會上去 誰跟生壓 還是有差別 如果這個是通通生壓 主要聽到 就是上雷尾費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有 要要要 然後水還是就是 可以一邊補一邊 撞 沒有 對 人生二十年 所以你剛剛已經 已經 上下點倒前後點倒後 點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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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缺勢啦 所以沒有出來 好 好 下一位 就是 appoint audit 然後 我們第一個問題 是 問這個 就是這個結果 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做案例中的病人 然後我們本案例的病人 是個急性隱障炎 是符合在這個 文獻裡面的 criteria 然後 性別是男性也有包含 在我們的那個文獻裡面 然後年齡四十二歲也有包含 然後 酒精性呢 因為這個是沒有 它是沒有看任何的 就是inclusion是沒有看任何 就是哪一種的 所以是有包含在裡面的 它嚴重度的話 應該算是moderate moderate 在這篇文章裡面 是把 就是有分non-severe跟severe 所以moderate跟mild 應該都是分在non-severe那裡面 所以也是有包含在裡面 然後第二個是 這個就是 就是它的 就是我去算一下它的 mortality risk 就是 在積極書域跟保守書域的話 絕對風險的上升率大概是 4.7%左右 然後相對風險大概上升了 145% 然後大概如果用NH 比較好跟病人解釋的話 大概是有21 就是 在治療21個病人當中 會有一個病人 就是如果有積極書域的話 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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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很 Arg 他沒有講那個齁,沒有講什麼插管 他有講Free Overload的Complication,尤其是有寫珠差異 他有差異 但是他包在一起 他都包在一起 對 所以Pairly真的真的差太多了 我比較想吃到Pairly差異到底是很急 一直在電 我們不是中間有查到一遍是 前面那麼多人吃 我講他們吃喔 你炒屁給他們吃 吃不會透就吃 也沒有證據說你不吃就不會透 你讓他吃啊,吃太心不會上 只要一夜到一旁 兩個月後來都這個 沒有,因為這個病人會比較想說 我怎麼說 所以你會讓他們就直接吃 我會先別到病房去幫忙吃 希望不要等太久 先MPLine 要吃給病房吃 然後再來是積極疏益跟保守疏益的優點 積極疏益的優點 目前看起來只有符合目前的guidline 但是那些guidline是專家意見等級的 然後缺點是介入比較多 醫療成本比較高 然後還要就是皮膚更換點低 然後加上在嚴重就是severe病人裡面的總體脂肪力 是有顯著,跟保守疏益是有顯著差異的 但是如果 在overall也是有 可是如果在non-severe裡面的話 好像就是這個死亡率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然後但是在不管是severe還是non-severe的病人 就是增加 會增加over 就是free overload的 變發症的風險也是有顯著差異的 然後保守疏益的話就是 醫療成本比較低 然後介入比較少 不用頻繁更換點低 然後但是Trading就是比較不符合現金目前的guidline這樣子 你覺得那個gine說我們 經常Trading都覺得是gine是怎樣的 剛剛我們有gine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真的有gine說要故意的 他是說前一個小時好像給20美公斤 我們有國內的gine或是有確定的gine 這個是哪個gine的gine 對阿 這個 那是哪一個國家的gine AGA跟ACG 所以這個是哪個團體 或是哪個國家 或是哪個 那是美國的那個gine相關的 嗯 都不符合gine之間 所以我們20年來 那這個gine相關的gine 那這個gine在哪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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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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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ost的話 就是 大概 其實機器屬於的話 每一包locking rig大概是43塊錢 然後如果下到4.5L的話 就是他們把這個文章的平均值算起來 好像大概是每 第一天大概會差到4.5L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194 對阿 對阿 這已經可以很多了 好 操作是 有個歸寫 嗯 你真的沒有算那個convertation的成分 對啊 喔對 就不好算 喔 然後再來是自我檢視這部分 就是 就是 覺得有重要性 然後有陳述問題 然後也可以詳細寫成PICO 然後呢 就是 對 然後 已經盡力搜尋了 但是還是資料庫沒有用 做了資料庫都有 所以這部分是太加強的 然後證據等級是 或者最高的話是 YES 因為它是一個 System Review 還有Metanasis 然後只有 納入RCT這樣子 好 然後再應用到病人身上的話 是 可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病人診斷是極性隱藏 也和這個族群是一樣的 然後 如果這個保守疏癒跟積極疏癒的話 病房是可以扮演到就是 不要這麼積極的疏癒 然後 合物健康是 保守治癒並不會增加經濟上的負擔 然後 激激 就是 原本的 跟原本的醫療就是相衝突 但是激激疏癒並不會降低死亡率 所以出現病發症風險還比較高 所以 如果針對這次的病人的話 我們會採用保守疏癒治療 然後 所以最後跟病人說的是 就是 就是 疑障癒的輕症 使用傳統 跟保守 目前還沒有很明確的共識 不過 激疏癒並不會行出降低的死亡 而且有比較高的病發症風險 所以可能他目前總控 我們會使用保守疏癒治療為優先這樣 不過我覺得他們其實都已經是 結了很多水 然後 調料都要結了很多水 所以 重點是說 水都跟 身體其實都 都 那個 都不接近 身體時間水一點都不接近 對 乳酸靈活之一也沒有多好 對 一天都給四五天都是身體 在打物理背 你知道嗎 是啊 所以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我是真的有很多的 機會可以再做一點 因為 那種BRACKET是差太多 那種BRACKET到底是 對他 對他 然後我想問一下 我們那個比賽 欸 沙漢你也想出比賽嗎 嗯 那是什麼時候 都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最近剛剛有比完一波 哦 他這個補一種 怎麼用孔 這個 每兩 每小時 250CC 都喝不太下去了 光是叫他們喝個PAC 都喝不太下去了 這個應該有困難 250CC 兩罐兩罐都 用喝著 以及 口服出衣 HERBY好像也沒有到 也不是HERBY 你喝水應該不會增加 所以你的目的是 對啊 你要出衣 為什麼不能喝 才最甜蜜 所以要喝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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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比完就對了 呃 今年 他們 又比完了 院內的 所以 我們今年沒有人比比賽 對啊 有啊 有 有 有 疫情 然後 但是沒有 沒有教練了 沒有像 前幾年 就是 之前 去年 去年我在比的時候 呃 主要是 凱誠他們 幫我們上課 凱誠老師他們有錄一些影片 所以變成他們就直接用那個影片 對 蛮完整的 這樣 好啦 是這樣 可是有點可惜 是不是要變成 有點像我們在比POCUS 那麼認真 都有教練 那 就是 我知道 大家 不同課都有在推 你要教練 自己會啊 有 我們有幾個教練 沒有啊 孟孟 你知道去年 早上是推很認真的 所以要找一個 對啊 又要EBM 又要認證的 我們有上課 我們這個 那個 流氓派學習 沒有什麼學 對啊 所以 適中 就傳給他們 然後我覺得 差異就是在有沒有辦練習賽 對對對 這個就是POCUS 大概 差不多兩次 就很有感覺 因為 或者是要比賽的 有興趣想要 可以進來 在PGY做這一塊 他們已經都做的 你教他們做的 已經做得很好了 嗯 所以應該是 可以這樣子來想 這個比較輕聲 不用說這個要畫很多 就是內畫 對 然後我覺得用那個 對 他們的資料是 中文嗎 不知道喔 你看那個期刊 兩次就好了 有些是什麼 中文嗎 不知道 不是意思嗎 他們的報告 不是你看那個摘要 他的title會狂起來 你們看一下 我把學妹剛剛補的那個 叫出來 剛有 不是就是 剛剛學妹有露一篇 那個table one 好 如果聽過以後 可以煮聽過 就把我家裡去聽過 然後再另外一支 但是我Facebook 有一點東西 好 這個就是剛剛要看的 對 所以即使在年輕的 他們慣 用力灌也是 但是他們也是灌了很多啊 對啊 他你平均的 主義 那個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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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個衛生的環境 這有一個環境 對啊你在非公 我們現在都一間啦 是GRT啦 之前是NHIRT 啊 是不是 等那個非常緊湊的班上完之後 可以啊 就7月啊 你現在非常緊湊就5、6月 好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再要一下 應該是